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确定冠军就是所谓的洛杉矶胡人队 跟我们庄中勋庄教练他之前的预料是完全是符合的啦 因为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胡人迷 那也会希望球队夺冠 不过后来也是一直照我们想象中的细码一直发展 到他们举起的冠军军杯 不过比较特别的就是 在这过程中稍微有点曲折离奇 包括我们一般预料会在这个决赛里面碰面的西区的洛杉矶快艇队 还有东区的这个Milwaukee的BOX 结果他们居然是中箭落马 中中心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如果是如果的话 快艇在西区的决赛和胡人遭遇 你觉得会不会比对这个丹佛金块还要难打 这部分你先聊吧 我觉得会因为他们的整顶上其实都还不错 因为尽快主打的其实就是两个嘛 就是那个Murray的那个 库阿雷纳是两个 还有Paul George 主要主打自己他们 可是快艇的他们的阵容 有两个明星级的前锋没有错 可是他们的控球 跟内线其实都稳定度都还不错 然后他们的替补端也 说真的应该是比胡人队还要好 那你觉得这次Paul Joe 以为他表现怎么样 在西区的 Paul Joe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稳定 就是有一场没一场的 然后考完之后就是 说真的就是他缺少的一个 领导者的那种风格 因为他真的太安静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造成 他们在西区这部分被淘汰掉了呢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他们的整合的问题 因为就是 其实一开始开机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又淪秀 有时候怎样 说真的他们的整合 不像胡人队很想 一直很渴望这个金杯 就算有斗上了 我没啥都想要拿下了 那种企图心 其实这两队就差很多了 所以你觉得快艇队是自己输给自己吗 还是说真的金块有很强 我觉得有点清底了 就是有点把这个比赛有点 人家看得太简单了 你觉得这跟Duck River有关吗 这个 再讲一次 你觉得跟Duck River有关系吗 教练 应该球人跟教练都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就是 教练可能也是为了 让大牌球星比较 想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 嗯哼 对 然后大牌球星 有没有 就又不像 Larang这样 就是挑出来一身作者 就是 什么时间点要做什么东西 对 可是听起来 这样 Qua Laner好像是这种 所谓的这个 球队的毒药啊 而且甚至最近也有一些传言是说 好像Patrick Beverly 他们带票 一票人说 是抗议说 为什么这个Laner他会有一些领域 就是一些特别待遇 包括可以轮修 你觉得呢 所以这个球员上已经有一些心结啊 那 篮球 想求的就是团队 如果你一直有心结 我觉得这个团体的 chemistry 就是那种化学箱 就一定不会到那么好 嗯 那你觉得换教练会有用吗 换教练 那他的 像那个 就是 教导的风格 我觉得就要跟上一个教练 要不一样 嗯哼 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要很了解 怎么把这个球队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稳 因为说真的他们 没有说 虽然两个超级巨型 可是其他的说真的也没有到这一场的 很像 就绿叶而已 嗯哼 他们还是一定的水准 对 所以说 嗯哼 快艇队跟 嗯哼 那么快艇队跟胡仁遭遇的话 事实上也有可能间接的带动快艇队的这个士气了 因为 洛杉矶这两个球队一直互相的就是在较劲嘛 尤其快艇队就很想打掉胡仁 这也等于说如果他们今天打的是胡仁 可能就不会像对金块这么难看了吧 是吗 对 因为他们的阵容的那个来向 就因为他的快艇队就是比较完整一点 然后经验值也比较好 嗯 上市对下市 就叫殷勤 那个Jameel Murray怎么会那么厉害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开窍了嘛 真的是齁 对啊对啊就是 不像是一个打纪年的新人而已 你之前有注意到他吗 我老实讲我没有 我是有看到他是一个不错的空灰 可是我不知道会这么短的时间 就是爆发 嗯 了解 真的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开窍子马好让人失望啊 怎么都没爆发啊 会不会把他交易走他就爆发了 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说真的就是 心态问题啊 嗯 心态 因为你在一个很强的球队 然后有两个明星期的下面打球 那就是有可能就是 帮手帮脚的我觉得 嗯 真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吧 假设如果在东西区决赛遇到的 胡人遇到的是公路的话 你觉得 胜算高吗 还是 你觉得就是 胡人队热火跟胡人队公路 你觉得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我觉得结果还是一样 胡人会拿冠军 可是 可能会打到最后一战 嗯哼 认为 因为公路的阵容 因为他们去抢 进区有一个Yanis 嗯哼 因为你从一些比赛来看 像 金块也跟胡人 所以说你也咬的 算蛮近的 嗯哼 重点就是有一个中锋 好的中锋在里面把 那个 AD牵制住 对 所以 所以 胡人的攻击就没有到那么多远性 就是要一直靠外围的那个 进攻 偏偏外围的进攻不好啊 呵呵 对啊 如果如果 賴天不好就是 基本上会输球 你一来 这几次来看都是这样 呵呵 确实是如此 如果AD表现不好 外围没有火力 那就经常 今天就是输了 真的是这样 那你觉得 嗯 反正就是会打开 明白 那你觉得说热火为什么会这么强 我记得你好像之前跟我们提过 在技术你就说热火的三分球很强 你觉得这是 为什么热火会这么强 是因为这个吉巴吗 吉米巴德尔的关系吗 我 呃 他是一个领导者 嗯 他是重点没有错 可是 他们的选材 非常的重要 他很了解 如何 而让就是吃旁边的人 嗯 然后就 在吉巴德巷就是旁边 嗯 所以他们的阵容 你会看 分工得非常细 嗯哼 今天这个人 卵上什么 今天另外一个人卵上什么 很清楚 没有很像 充电性很高的 嗯哼 对 所以他们的篮球 就很团队 就真的是团队来篮球 很多 切啊 分啊 然后再做一些战术的那个 知性 嗯哼 比较多 嗯哼 但是为什么他们进去后来是第八种子 显示他们在例行赛好像表现是很一般嘛 对不对 当然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多新人嘛 嗯哼 所以在今天上面 就会需要一段时间 让这些小朋友 成长 嗯哼 对 所以吉米巴德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可以看他跟这些 小朋友 相处的模式 他常常都给他们一些信心 也是也是 对 嗯哼 要是第三站 那个吉米巴德没有跳出来拿44分的话 我看 我看这个热火应该也是结束了啦 可能就连事费很少了齁 对啊 很快 很快就那个 可是这个明年他们的应该就很恐怖了 就是经验在累积啊 嗯哼 嗯哼 对啊 不过他们这次热火很厉害是说 先是干掉了这个Box 后来又干掉Celtics 一般来讲是说他们打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就是打区域联防嘛 那你觉得说这跟灌场使用的这个NBA的定人防守有什么样的差异 为什么他可以把区域联防的把它做的这么漂亮 而其他队伍没有办法 基本上因为他们的阵容是比较还小一点 对 应该他们的 化位就是已经比别人还要矮了 嗯 那为什么热火可以打英功路 我觉得因为Yanus的外线没有很稳定 所以他们当他进来的时候 他们的区域联防刚好就是每个 他要往左就已经有斜防过来 往右也有斜防过啦 嗯哼 对 可是为什么无人可以把它打得这么顺手 就是因为AD有外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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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整个那个斜防的范围要越来越大 所以 所以 才会看到 很轻松的在空穴进去 对 要把空穴整个拉大 了解 对 那这样说起来这个区域联防是针对性的效果 他并不是说打NBA任何一个球队都会有用吗 对 就是要看这个球队擅长的什么 可是任务还是有做一些辨证 不是说永远就行 对他们有要换 对 对对对 但 就是看上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身材 嗯哼 你要不要聊一下这个是蛮特别的部分 就是这一次大家看到这个NBA的Final 最后 是看到其实 Frame Vogel 跟那个热火队的教练两边在这个战术的这个互相在 互相在攻防啊 大家看的很精彩 因为这两个人最早以前都是帮球队剪录影带剪片子出身的 所以他们对战术非常了解 你的看法呢 是不是战术占了大部分 当然就是把 可是你 可是 把湖人队拿开 你应该要看 这是热火 对 因为湖人队就是有一个 就是超级 巨型 超级巨型 那个 任何一个 一个教练 一个成绩都是很好的 嗯哼 嗯哼 可是热火队 他们就是 射击的战术是每个点 都有他们 该跑的位置 嗯哼 就是让他把他的 能力是 把揮到 最好 嗯哼 那你觉得湖人这一系列胜出的关键人物就是 LaBron James呢 还是说有 Devius 还是说 Raja Rondo 这些部分你觉得 这个湖人胜出的关键是什么 嗯哼 嗯哼 我觉得 Devius 是 最最关键的 嗯哼 然后 呃 后面 Rondo的回来 的确在 T5端给了 很稳定的 就是那个节奏 掌控的非常的好 或者说 今天 LaBron下去休息的 那节奏 真的大乱 嗯哼 他还没回 应该很明显 Rondo 受伤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LaBron下去休息 你那个节奏又 又就被 对方又拉回来 对啊 对啊 Alex Caruso 还是只能做替补 他 他还是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进攻发动机的角色 对啊 就是 经验词还太嫩了一点 嗯哼 嗯哼 所以我刚列举这些人都有效果 最关键的 我也把 放在AD跟Rondo 这两个 这两个角色 嗯哼 嗯 所以说我好奇就是 因为LaBron James他在打的是空位这个角色 你觉得 他这个 这样的一个 优势 放在空位这个 这个位置 是好的吗 还是你会希望说在 下个球季 有可能的话 还是辨证把球交给Rondo 一起来先发会比较好一点 我认为现在 就是看起来是特别 因为他身高很高嘛 所以他可以看的 对 位置 都非常的清楚 对啊 人家也不敢压迫他 因为压迫他又要被过 对 爆发力就好 对 是真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联盟应该 就是一空 所以他应该是 蛮有侵略性的 也就是说还是让他扮演 这个所谓的 这个空位的角色 对 高空位 成功率是高的嘛 嗯哼 对啊 可是他那个体力 消耗蛮大的吧 呵呵呵 空位 可是我觉得他因为 被事实人继续去调整 你就可以从他 开心跟季后赛的那种 完全是不一样 嗯哼 对对对 对啊 因为我们其实这些 老球迷 胡人球迷 都知道 LaBron的重要 可是也 不会忽略到说 他已经36岁的事实了 看不出来 是看不出来 但是你never know 对啊 那时候Coby Bryant 我记得好像也是差不多 36岁就突然开始 就 怎么就不准了 就变慢了 嗯哼 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再聊一个话题吧 因为胡人已经夺冠了嘛 其实在这个夺冠这一瞬间 也代表说 胡人对这个黄金阵容 要开始要拆火 包括你刚刚讲的 最关键的 Anthony Davis 因为他也变成自由球员 我们还不知道说 他会不会愿意继续留在胡人 当然各方面的说法都说他一定会 那你现在假设 方中勋你是GM 这个总经理的话 你要做一个季后阵容的保留 跟谁不保留 你觉得以你来操作的话 你该怎么做 第一个先牵谁 第一个你觉得要先放谁走 第一个要先把AD先留下 这是最关键的 对 对 对啊 那不留了 我觉得就是后期牵的这些 基本上都没有用到 你说史密斯先生吗 对啊 那个 谁啊 GM Witters 对 完全都没有用到 对啊 反而 这些 就是一直 就是从一开始 打上来的人 就越打越好 嗯哼 Dewi Howard呢 你觉得Dewi Howard 还是需要留 我觉得 还是需要留 可是他总冠军赛 他好像上场 并没有说这么的 这么多的频率吧 对 可是 你看 对 金外对 他就作用就很大 就是要不同的球队 要不同的人出来 对啊 就是这些FrenVogue厉害的地方 他知道 我什么时候 我需要用什么人去压制对方 真的 辨证 对 对对对 那还有谁 你觉得是 需要再留下来的呢 包括Rajar Rondo 其实也是自由球员 Rondo也需要留下来 因为他就在 经验方面跟替补端 可以做出蛮好的贡献 嗯哼 我有听这个 这边美国评论说 他应该算是 目前这个NBA里面 最聪明的球员之一啊 你觉得Rajar Rondo的 这个球 打球的智商 是不是真的非常高啊 当然啦 但我最欣赏的是 Chris Paul 他应该是第二个 哦 耶 现在也有传言耶 说如果Chris Paul 我有传言 我也有看到 对啊 那你觉得怎么办 Rondo还是Chris Paul Rondo还是Chris Paul 如果要是要选择 我会选Chris Paul 哦 怎么说呢 因为 他有 外线能力比较稳定 嗯哼 嗯哼 就是柱子乱变感觉 好像跟Rondo 其实是 没有差很多 嗯哼 嗯哼 可是 打比赛经验 可能Rondo就是比他还要好的 哦 对吧 对没错 因为 拿下两次冠军嘛 那不是 不是 幸运 这两个球队里 跟他冠军 这都是本事啊 这不是说靠运气的 对啊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阵容里面 还有一些绿叶的 其实像那个谁 这个Morris 这些人你觉得 谁要留 那 呃 Kuzma呢 你觉得这些人要留 还是让我们走呢 完了 我已经对Kuzma 有点没信心了 我又不是在胡兰比爸 哈哈哈哈 我记得你本来还蛮有信心的 越打越 就是 那接受越来越习惯 为什么呢 嗯哼 就是什么 就是 这时间连该助长阿翔 都不太知道 嗯哼 就是有一场没一场的感觉啊 真的 对啊 对啊 呵呵呵 可是anyway 他冠军还是给他拿到了 呵呵 对 没有说 嗯哼 好 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 这个到底谁留 谁不留 这个市场保留的问题 那假设说 如果今天胡人在这个 自由市场里面 要需要第三颗明星 你觉得 我们需要再找第三个 所谓的Superstar 还是你把这个RogerRondo 就把他算成是一个 All-Star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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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star 这个 一结果论来讲 就好像 其实这个阵容 就已经是好的 可是明年 明年的王岐西区 是又不一样 东西区 是 又 就不可能那么容易了 对 Mavericks也起来了 Warriors也起来了 对 所以 我觉得现在 缺 缺的位置 应该是一个 前锋起着 明星全部院 嗯哼 small forward 啊 小前锋啊 对对对 是有市场有吗 好像 呃 Washington Wizard Bears 好像是 哦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应该也是 不错的人群 应该是 算是射手 所以你希望就是 一样是 呃 就是反正就是绕了 拉伯拉那句话 一定就是射手 射手射手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要 很简单 你就是给我空檔 你就是给我投进 就这么简单 你现在不投进 那也没办法了 对啊 其实我看到决赛 我真的被热伯的外线给吓到了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是啊 那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吧 现在既然 詹皇 LeBron James 已经拿到四个冠军了 然后呢 又破了一大堆的记录 包括季后赛的记录 啪啪的 这个我讲讲 不完一堆记录 你觉得他是够吗 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 你觉得呢 还是说 你觉得他还要怎么样 证明自己 才是所谓的G-O-T 在我们这个 这个年代 他当然 这个是 一定是第一个人选 嗯哼 在这个年代 对啊 可是 我讲过 你不可能把不同年代 放在那个 就比较 因为就是 你的对手 跟那个 裁判的程度 完全都是已经不同 等级 就是已经都在做改变 明白 一直在变啊 明白 对啊 因为从 Jodan的那个年代 你可以看很多 自己的碰撞 好像都不会有吹款 对 可是现在其实很简单的 碰撞 就有一些保护球员 一些条款在 对 对啊 所以你 所以说实在这个 就差距就很大了 嗯 你有没有说到这个 差距主要在哪里呢 呃 就很简单 如果我今天一个上班上去 嗯 明明就是 犯规了 就是就在那年代 你就被拉下来 可能还没有事 今天只要稍微打到头 还有一个 嗯 技术犯规 或怎样 对 你看那罚球就差在哪里 嗯哼 罚球机会就会减少了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可以去 用不同年来去比较 可是在这年 拉伯朗是 具体是 符合的 嗯哼 也就是在当代里面的 所谓的superstar 但是 你要说是go的话 这个其实有点不公平 对不对 就像说 这个一样篮球比赛 都有规则的不同 你如果 假装当年这个Chamberlain 这个张国伦 他那时代可以拿100分的 其实这个时代就 完全是两回事 对不对 对啊 而且看在进区 你要进区都可以 现在可以 现在就不行了 对啊 跟规则有关系 差别在这 嗯哼 那要不要针对明年 你来做一下预测呢 这个勇士 我们刚刚也讲了 籃网的部分呢 Kevin Durain 跟这个 Carrie Irving 这个也不能小看他们 这个 你要不要做一些预测 你觉得 可能状况 可能会走到多远 而且可能会遭遇 什么样的对手 是我们觉得 要注意的呢 其实 西区当然还是要注意 筷子 勇士 火箭 火箭 要看 火箭 我觉得 应该 就是整个阵容 会打掉 一定还是要中锋 啊 火箭 其实也不能小看 对 但是 是 要注意 注意 嗯哼 那Meverix 那个小牛呢 独行侠 对 没有提到对 这个也很恐怖 所以西区应该 基本上应该先 五六名都是 前八 还有一个 Portland 那也很难打 所以西区说这个 还是不好打 嗯哼 对啊 所以这个好像对手 反而增加越来越多了 那你觉得东区 你们会第一强队 会是哪一队呢 东区第一强队 可能是续约之后的 Yanis 那个Milwaukee Box 还是说 你觉得 有其他的队伍 会起来 变成第一 难道是 HIT 要看公路 有欠什么全金 你觉得公路下降不行 同样的阵容的话 嗯 我觉得蓝王 蓝王队 会 比较强 递动区 对 然后热火的 会在二三米 哇 这么前面啊 嗯 你把Celtis 跟那个 Raptors 全部丢到后面啊 呵呵 可是 因为 这个NBA就是这样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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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平賽 到又開檔 嗯 热火 改变多少 变得变化 然后再让他 球技结束 他们又经过 冠军赛的洗礼 这些小朋友难道不会更强 我觉得他们会 他就信心上面 信心 对 对 真的是这样子 看来这个明年的也是很扑朔迷离 只是想说听你讲一两个队 结果你讲的队伍越来越多 我现在有点担心了 胡人连霸 可能是很困难的事 哈哈哈哈 棒 只要三局阶段都用下来 所以你的想法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胡人队只要如果在附近一个小前锋的话 该留下的Dwyne Howard Raja Rondo Anthony Davis 这些人主要的核心留下来的话 应该就是还会保有相当的竞争力 对不对 对 没有说 然后面对的对手 但是也有可能有包括了波特兰 然后增加中锋之后的Hewton Rocket 然后完全健康的Warriors 还有就是所谓的Mavericks 然后这个换教练之后的Clippers 这些都可能都会影响到胡人的巴掩 没有说 哇好艰巨喔 不过也让我很兴奋了 明年应该很精彩了 会很好看 对 你也是打篮球 我想问你说 像目前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看到这所谓的最后冠军赛 已经堂堂的迈入10月了 下一个球季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 以你打篮球经验来看的话 这些球员要休息多久 再去开始一个新的球季比较适合 基本上大概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 那等于换成明年二月以后 嗯哼 你知道老爸已经开始在训练了吗 我也听说 我听说这个Jimmy Butler第二天就去投篮了 他今天已经在跟男女儿做重量训练 哇塞 真的好 因为安道往年 这时候已经要开始要要 training 要开始了 所以说这也是一人而已 三四个月 还是说 对啊 基本上 那我们干脆就等到明年10月 休息久一点 只是这样对胡人队就不利了 因为到时候老邦变成37岁了 有运气说什么时候会开档吗 他们现在是说 在今年的Christmas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哦 对啊 那对啊 我觉得运气可能会在一二月 一二月后 嗯哼 对啊 那我们就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这是令人期待啊 那看今年选就什么时候 选秀啊 你说选秀 好像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好像是十二月的事情 哇哦 对啊 不过今年听说选秀也没有什么精彩的货色 呵呵呵 拉梅罗居然居然现在目前是排名第一 第一啊 对啊 好像被扑马牵走了 被扑马牵走了 被扑马牵走了好像都有点衰 库子马也被扑马牵走了 对啊 不这样啊 怎么办 他有一个超级巨星 我怎么办 我们都一直在唱 唱衰库子马 那怎么办 他要争气了 我觉得 我认为该把他放掉 可能会 更没要的位 你说到烂队里面去刷分是不是 可能那集 就会上来 我是这么认为 你觉得他是心理上问题吗 嗯 我觉得就是在他们今天打球的压力才太大 嗯 对啊 听说好像你翻眼小错 拉邦就抓狂了 哈哈哈哈 听说他非常的凶 哈 哈 哈 当然你要拿冠军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怎么可能 就让你得过且过 是啊 是啊 每个集结都很重要 嗯哼 这次 所谓的Final MVP 是丢给了LaBron James 我的想法 是我觉得 他应该 那个奖项应该分给 Davis 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拿奖 你觉得呢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我其实有点 说真的 Davis打的是最好的 对啊 因为他打不好就一定输嘛 对不对 这是关键 对啊 拉邦打得好还不一定赢 对啊 你看他场场大 几乎场场大三元嘛 但是大三元在球队并没有赢 嗯 没有说 是啊 这是我的想法 主观的想法 希望明年不是这样 呵呵 我也有问题吧 那什么是 拉邦呢 可能 名气啊 老实讲也是名气的关系 嗯嗯 就是让他再多拿个FMVP 就是可能要比肩 这个Michael Jordan 多多少一个历史定位吧 超速 果然是这样子 好啦 谢谢庄中心 跟我们聊球 然后我们也期待 这个下一波的 这个 不管是选秀 或者是我们 有球技要开打的话 我再跟你聊一下哦 谢谢啰 啊 好 天